大家好 大家好 阿曼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今天我們邀請到一位來自台南的里長 他叫陳永和 陳里長 陳里長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陳里長我先介紹他是台南 有暴力的律長 他這邊選佈參選市長 在這麼多人的競爭裡面 他拿到第三名 他的票數是117,000多票 得票率是12% 這個事情其實讓我很震驚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里長 為什麼有辦法拿這麼多票 而且他選到三四五月而已 而且他以前是挺綠的 為什麼一個挺綠的人 挺民進黨的人 現在要出來跟民進黨拚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上次有講過就是說 民進黨應該要傾聽 李長夫,你可以跟大家說 為什麼你這邊要出來選市長 選市長嗎? 選市長 論進黨也是希望為了台灣好 不是說為了我個人 還是為了我個人 因為 在這邊的選舉的投票出來 我應該大家在講我選立委 我會為了我自己說 我可以選立委這樣很好 但我沒有了 我第一時間我就選佈說 我沒有要選 沒有要選的原因 我感覺說 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已經有做了 我們要跟選立委 這樣我們要用什麼名字來處理 選市長 要師出有名 對啦要師出有名 所以說選市長 我是因為分到六七年了 我會覺得說 這塊土地 我們的國家 國土計畫裡面 我覺得 有不對啦 你 簡單說一個例子 說 你過去那些本社長 所放的圓埋場的地方 你的政策 說要用活化 舊的圓埋場 你把它揉起來 舊的都大家沒收 你揉起來之後 如果稍稍會用一個 你拿去用 再利用 你如果又說不用一個 我們又代表下去 是不是空間會走出來 你結果又不是 你如果比較好發到那麼多 但是你所說 這個譬如說 簡單一部環保團隊 給我來的資料 他們有在那個高雄那裡 有一個以前 以前我們的三四十年 的這個 鑑区 所製造出來的 他把它放在那裡 這個附帶大家 之後 結果三四十年 變成這個 商用鑄材器 這不對啦 所以我 在很多資料 看一看之後 我感覺說 如果我們的國土規劃 有問題 這樣 要這樣把這個事情 說到大家都會知道 我等一下想我想說 不然就 這個市長的選舉 不要再說 大家不要再說都不知道 每次發生的時候都不知道 這樣好 我這次都讓你們知道 你們自己去做決定 我要來科研台灣人 台南這些老百姓 你們自己去決定 我要讓台灣人知道 我們的國土規劃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我們要向他上説 來考慮 他們說他們要這樣就這樣 我們都傻傻 這樣過 台灣走到這個地步 我們的國際外交也走不出來 我就想說 我們的財政環境也壞了 那麼我們的外交走不去 走不出來 我們要用什麼 藥人以外 我們也沒有辦法藥人以外 走也走不出來 那選舉的文化還這麼禮拜 我就想想說 萬不利去我選到的時候 這個國際大新聞 有人會記得 所以我還是用這種的想法 到後來說 好了 慘慘幫你拚 不然說古材人 六百姓看你自己要怎樣 這樣下去做 我待會決定說 好 這樣一擊兩頭 我幫你選 改變選舉的文化 來我們的環境 可以來大家中心 中心這個土地 邊邊都在這個土地上 我會這樣 好 犧牲一遍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說 要怎麼選 要怎麼選 我們改變出來選 我們這樣 待會兒去心動靈 待會兒有這個動作說 要出來選 雖然是受人的刺激 但是人的刺激 那是這個引爆而已 但是整個內心裡面 都是要為了這堆台灣好 我也不會移民 我也不會說要插得多 我的移民去 我也沒有朋友 我在這裡 我要來台北 那是說 我可以來找主持人 你這堂大家熟透了 一個我可以說 我可以來找主持人 我可以去移民的人 總是有本事 這樣 人生有什麼意義 我感覺說 這堂是分頭 所以別人都不是 我如果決定說 好 要選 大家來選 我當然先來選 你現在的事情是怎樣 現在的事情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他就是說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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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是什麼區 那是 龍脊區 龍脊區的有保理 那要設一個 那要設一個 全國特殊的整體性的 有害事業廢棄物的 綜合處理中心 我這名字聽起來 就漏漏漏 這樣我們就要知道 但是我在這個 正經期 我會想 我會想說 這個東西 要放在這裡 是爽陰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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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館長的 才會都不敢說 這樣一直吵吵吵 可以知道 這件事 是由於我們 90年的時候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有人拿去的 你拿去的 你拿去的事情 因為 88年 我所得到的資料是 丹東山 自己拿去的 他說 為了要改割 中小企業的 機器物處理 所以那些年代 他不可以去想 就說 不然這個 兵工廠就不可以做了 那麼不可以做了 後來有一個兵工廠 後來有一個 做全國的債務 我們台灣 在這個 十年代 開始大進步的時候 所有的債務 都是我們這些做的 那些地都是我們的 什麼叫我們的 地我們的什麼意思 土地都是當地 最基民的 民間的 民間的土地 老百姓的土地 但是他為 他那些都是 國有財產局 但是我們 清條 一直下來 第一次說 一直下來的時候 就是那些祖先 都在那裡徑做的 所以 到日本時代 還沒有風領 還沒有什麼 還沒什麼 還沒什麼 所以他就說風領 沒有人知道 那他也 所以大家就說 我做我也有得做 有得 之後 賓工廠還要來 那他就變印 要經營 那有名的就經營 那有政做的 他如果報仇就報仇 沒有報仇就都很久了 所以地主 大家不知道 怎麼一直慢慢 半日開 那些土地都是變印的 變印的 他們是 他們就政府的 退富的 退富的拿去之後 他做炸佑 退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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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炸佑 他選到的地方 是選到對的 你這個對的地方 來做炸佑 因為不然 你如果復習在那裡 人口坐的地方 很危險 那麼 為什麼炸佑 不要做的時候 你一樣做 分社長 所以 不好意思 有報律 因為我沒有說得了解 有報律的地方 現在是人口算舊的 就啦 三百多月了 所以 一個禮得三百多人 對啊 那就三個 所以 那個時候是 兵工廠 現在 民進黨政府 你說八十八年 開始有一個想法 想要它設做什麼 中小企業會區 什麼 丹東山 丹東山 你做館長的時候 像說不然這個 非器物不可以處理 是不是 可以來跟 這隊做非器物 來處理 台南館這些 中小企業 不然不知道 還是延埋 延埋 所以不然不知道 怎麼會 民進黨執政後 所以它變成一個全國性 全國性的意思是 全台灣的 非器物都要送 全國中和 處理中心 好 這樣下去 我們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還要告訴我們 做館長 是 也沒有人知道 它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 就是因為 這樣一路路 沒有人知道 怎麼通過的環境 沒有人知道 怎麼有這件事 到 我 說要選市長 就是說 所以那時候已經是市長 就對了 我不是啦 我是說 那時候 要在那裡選 你是市長 要在那裡選 的時候 我又不是啦 我是1803年 才選市長 對 但是這件事 我是1801年 都知道這件事 我99年就知道這件事 大家都在反對嘛 那時候 變成說 不好意思 那這戰地有多看 是 那個平行長總共有340幾公斤 連老他擲35公斤 教學延期 對 在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八十八年之後 他就擲 我們的農委會 蘇土保持集 有做這個戶外 教學延期 是 做得也很好 很成功 是 結果他的平行長不愛做 所以把他擲去做這個 有毒的也賣掉 他們總共有說 這個國家會比較好 便宜形勢 總共下去做 但是 重點問題來說 你怎麼不可以 讓老八十的知道 有這件事 不用說讓當地人 你也要讓台南人知道 你也要說 整個人在關廟兩者 這四區的人 因為 本車車都會走那條路 對 南關山 一百二山 你怎麼都不可以這樣說 你如果今天有個事情 你都會好好溝通 那有這麼多事情 你要放的地方為地 不對 因為他在二層市上有 你的土地 變成說 當時你是精修八生的 為了國家 路也讓你風 大家也不走 這樣為了國家好 所以就讓他做 那麼今天去 不愛做了 你不愛做的 真的你跟台 不就要向六八生 六八生也不向你討 所以這現在有土 中央企業有土 廢棄物總額處理中心 沒有要做的 沒有 他之前還要做 不做 這個我們不知道 我想說 變工廠以前 不愛做的時候 他可以把一塊土地 來行為我們的八生 是是 不然你就要趕緊 想辦法說 這樣我愛來行為 我們的國有財產局 你都不愛 你須底下 把他掛五十一公圈 去跟財團合作 來做這個 有土的MI條 還在二間行為的 中央 二人市的 下郵 花三四十億去整治 已經也不錯了 由出海口 來到人家 都很漂亮 慢慢也已經在 看到那個形式 一直在走出來 你忽然間 在山上說 要做這個 有土的MI條 二人市上游 二人市上游 所以這個政策 他不會說 處理規築是對的 但是你選的位置不對的時候 是怎麼跟你說 都說不聽 你連財產都不懂 就跟我們用一個名稱 說特殊有害 特殊有害 我聽到這個 大家都不要在唱 對不對 所以 我一直在跟我們的政府說 還是跟我們的政府說 你跟我們政府說 你跟誰說 我很多的 這說的一片熱騰 大家都也來 比較代表性 像說 柯南菜 老市長 他做立委 或是說他在做市長 他也知道這件事 他也有關心到 對 像說 聽委員也有關心到 陳廷委委員 陳廷委委員 再來就是說 王鼎委員 他也有關心到 這都有嘛 有的真正 他們怎麼 不夠積極 基本上就是說 我所到達到的地方 包括 國民黨的也是嘛 不要說民進黨 沒有關心 國民黨的也是嘛 大家就是 都說 不夠關心 不夠直接說 這個事情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我們應該要出力 那不是 他們政府就是 到這個程度 我就關心就好了 我就關心 這樣不好 所以不知道地書買 我怕像這條 坦白說的 也是不幾樓 一間一間七年 如果是 當時大家 所以你為了選 你選你中 也是為了這個園埋場 喔 那你本來是在做什麼 我在做螺絲路牧 喔 你是螺絲工廠 就對了 螺絲螺帽 喔 喔 自己開工廠 嗯嗯嗯 那生理不錯喔 還好啦 還好 還好他在過去 那些工廠 大家會把就好 那工廠多大 沒有啦 工廠不大啦 中小企業啦 呵呵呵呵 五六十歲而已 我也不做啊 我也不想做 我也不想做大 欸欸欸 我就覺得說 這個台灣 因為你手指劃下去 他做成這個問題啦 欸 這個請工 以後 你會不會請啦 啊 啊 我又傳統行業嘛 所以如果是有個 傳統行業就是說 只要他自己有研發能力 欸 啊做焦龍的 欸 就三五十歲 對 自己這樣做的 過了啦 啊你去笑了呢 啊你自己有一個工廠 五六十歲 五六十歲 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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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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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理長 你太太怎麼說 我要選理長 這是要這樣說比較適合啦 就說 一八九一年 六八十來找我 現在老人來找我說 因為過期要反對 鵪麥長的人 已經變成 支持 營動鵪麥長的設立了 哪有可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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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嘛 啊 這六八十 無意無我 嘛 因為當時是對人走嘛 這時候沒有人走嘛 啊 啊 他如果對他走的時候 他就變成 弱勢了嘛 啊 不知道有人來跟我說 嗯 我們這裡就你會出生地 你就會有都回到這裡走 走 不然回到三天一下 這樣我就說好 這樣沒有 看要怎麼處理 啊 我來找資料 啊看是要台三 我等一下來中央拜託一些 立委 可以找資料啦 啊 啊 資料悬出來了 我發覺就說 哦 啊 啊 這怎麼處理的嚴重 待會兒又繼續請教 陳永和陳理長 陳理長是 啊 台南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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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事情當然影響很大 待會他會說 他會說 他其實是 他是持續的人 長期持續的 為什麼離一個持續的人 離一個濾營的縣市 要出來和濾營拼 等一下我們繼續請教 來先休息進廣告 歡迎繼續收聽 歡迎播度全世界號 我是鄭鴻儀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台南市隆崎區龍脊區 有保理的理長 陳永和陳理長 陳理長 為了這個燃賣場 你就選理長了嗎 是 你面對三百多人而已 是 三百多人你拿幾票 有的人你選 選票 投票因素 我自己選的時候 是三百四十四的我拿一百六十七票 優勢以來最高 喔喔喔喔喔喔 這樣就 買到一半了 因為那些投票率 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 都都出來 對啊 你贏了很多喔 對 哈哈 你有跟你們媽媽說嗎 說你要選你長嗎 沒有 那時候 就是變成說 我們剛才有公告 拿到這個文章 知道說他屬台檢長 對 屬台檢長之後 他曾經變成說 這樣 如果變成我說 不然你們要做什麼事情 他們說要連數 說不然你們回到連數 我負責找資料 資料拿來之後 大家對得了之後 覺得說 喔喔 這個他們沒做 沒反恐不行 所以 在那個時候 羅青鐵 那時候做台南市長 他說要走去李敏台會 對 李敏台會的那時候 我獲得勝利了 他們好像四個贊成而已 不然說 這個主席李長 他也說 他也贊成一個 四個人贏手 五個人贏了 這樣過後 不知道這個事情要結束 那多少人反對 我 百多人反對 就全部去的人 幾乎都反對 就全部都反對 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這個事情要結束嘛 對 結果沒有結束 到100.02年的時候 當然在 我們戴青就有練習嗎 沒有沒有 他沒有練習 他是那個區長 區長練習 那些官員也有練習 啊 業者也有練習 大家都有 所以這個事情不可以結束 啊 而且不是只有我們一個理 就兩者有八個理 全部都反對 嘛 全部都反對的時候 已經幾乎 差不多一百分都反對了啦 啊 在這個情節要結束 不 啊 聯議長那時候 當市長的時候 他也是有說 好 中央喔 你不要再拔 那個補助費 還是說 會費金 給我們大陸市政府了 因為八個理都通過了 都沒有了 嗯 沒有了那時候 那時候才會再拜附父侯啊 嗯 我們純粹民族就要 這個李民代表 拜附父侯啊 我從那開始跟他們 一直在剪嘛 剪到沒了 我看不到 我不能跟我們這邊的人說 反對的這邊說 好 那時候 在地住在這裡 你們三個人要出來選李長 嗯 我賺三天 嗯 結果問問 沒辦法要選 我說沒有定義費喔 我給你進行 給你賺出 嗯 我給你賺出了 你如果有夠 選掉了 你 這個領賺了 補助金的領賺了 領賺了五萬耶 我還管出來 給我們李 嗯 給你賺三天做基金 那是要給多少錢 五萬 哦 選李長的補助金五萬 結果 所有的鄉親說 那不是錢的問題 嗯 那是選手判斷齁 那昨天另外的路線在那裡 我們那個做法 怎樣怎樣 怎麼有這個情形會產生 嗯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 沒有人敢選 沒有人敢選 我跟七八月的時候 我七月的時候 我覺得說 這樣不行 我來選 不知道要怎麼把我們家人開箱 因為我們家人一直叫我回來 一直叫我回來 我跟我們家人說 啊不然這樣 我來選李長 啊大家挑戰交換 哦 啊我可以選賣 哦 啊 他們說 賣賣賣好 不然這樣 我如果選賣賣 我問他們說選得賣賣 我問我媽媽 我媽媽 我母親說 我如果選李長 你看我選得賣賣 他說賣 他說賣 他說什麼 因為你喔 最嚴格 你不要跟拜託 你覺得你回去做這個公司 比較好跟拜託 只要你一句話跟拜託 人就不會選賣 哈哈 我就是說好啊 不然這樣 如果沒有選賣賣 我就回到工廠了 對 那時候任務員說 好 你如果任務員我賣賣賣 這樣好 贈賣 要選的人去手 就賣一條而已 沒有要贈賣 他們三人說 這樣也不對 因為我就賣賣 你又不划算 這樣你不信心 你又划算一下 五萬就 我們出去就好 阿嬤老師我還拿回來 我沒有說沒有 我還拿回來 我媽媽 我女兒跟太太說 好 讓你回來選 大家說好 如果有個理選書 證明說 你的理念 人不接受 你就要回來 阿嬤老師 阿嬤老師我還叫你回來 你不能回來 你如果要回來 就是廟會 拜拜 神明生而已 這樣可以而已 出了你不能 說好 沒有大家怎麼決定 怎麼決定之後 我怎麼去選 阿我就 也沒有團隊 走走走走 大家就叫我說 好啦 你到底有在選嗎 你就說得清楚 你這個犯罪回來 人家 其實我都 頭頭一頭一頭 一直去了解 整個有暴力 所有有暴力 我都會用那四個月 全部軟頭頭 我從來 知道說 我如果當選 我要怎麼做 所以我在建設的速度 沒那麼快就是 因為我用四個月 把乳暴力全部找出來 喔 包括在那裡的手拿 我都去那裡 我覺得這個手拿 把保養開外面的風景很漂亮 但是 都沒有人發覺了 我就 當初我就 那裡民 八個月 我分農做八周 就開始在整理環境 這樣的話 六個月 我自己帶頭 就整理了 你用家住在乳暴力 我的家住在乳暴力 我的家住在乳暴力 我是負責算回來 我那裡還有家 還有餐廳 那裡還有家住在乳暴力 我是選理長 是因為說 沒有人要選 那我當然選 那這樣 就為了本社長 是是是 那我對這個本社長 我有一個 感覺說 我非常驕傲 我做一個反對運動 我將來不去跟人家玩家燒白 我將來不去跟人家的衝駱 去跟人家圍衝 我都不擲 我將來不擲 我將來不擲到一隻機子 說那個蓋賣雞 蓋賣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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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反對垃圾場 我不擲 我都說 我們要做廣告 不能撐補條 你如果撐補條 就在辦送書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是要發展的 我是會這樣來的 那之後 這的 鑽條裏條之後 我開始 掌出 經費的建設 那如果是遇到 經費掌出不對的 我就回家 我們還有墓井去找 你去找找找找找找 不知道建設在那裡 因為我要跟時間賽跑 因為我發覺這個政令人 有一個 我感覺說 不是他們沒關心 他們有關心 不過他們都很消極 這到底問題出在那裡 我就不知道了 嗯 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用老百姓 會進行動性 我一直建設 建設給遊客 知道 建設給老百姓 知道 建設給附近的 老百姓 知道 還有一個理念 在那裡 我要趕快去 靈體這個力量 不然 不然 不能讓那些圓櫃場 來這裡設 建設起來 就對了 我已經用建設來 代替環空 嗯 我是用這樣 你自己挖多少錢出來 不知道 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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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說簡單的說 每一個工廳 要做人不夠錢 我就聽了 你們沒有同意就對了 我們本來就都 有在做這些事情 謝謝謝謝 這不是說 以前趕快去 走 進去 你做理念後 還是要 不要讓 這個圓櫃場 對 對 但是 看起來中央 或是台南市政府 是想要設定 對 你有做理念後 有到處去營增嗎 有啊 大家也去嘛 簡單說 我們用 為兩者 那個平工廠 他們要圓滿 那個地方 對 用走的呢 走到台南市政府 走幾天 走一天 喔 那是很累 幾十公里 幾十公里 反復教育局局長而已嘛 應該是進 像我做副秘書 什麼什麼 不知道大家都有情況 我那時候去 沒有人 一樣 還是一樣 不敢動 這就是回事 我就跟他說 這個東西 你們到底要尊重民意 是對的這個民意 那像在買樂透 這期沒對的時候 會去又買 我當然會不會鬆快 是這樣子 你說過程上 最簡單說的 就是說 我今年請 去市政府 我要市立長 我要市政府的政策 這就是因為 他們剛剛投我這條 公共水土部市的這條 市政府啊 喔喔喔 市政府你投我這條 你簡單 黃偉哲要選市長 你有去跟他拜託嗎 黃偉哲要選市長 我是沒有拜託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 環保團體 有叫他簽一條 那個 那個 成功這個 董議書 還是不董議書 你如果是做市長 之後 你有沒有寫這個 培養的這條 沒有 這個水土部市的這條 對 他沒有要簽 喔喔 他沒有要簽 他說 他沒有要簽 他說 總之你是一個指標性的人 人物 你不能把別人都勾一勾 在做道頂 悄悄做幾位 不能這樣 你個人代表你的 你沒有要簽 的理由是什麼 結果 他的理由說 我在公共政策 不可以只有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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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簽問你 你有出了 溝通嗎 你不來 有保理嗎 就這件事 之前你不來 沒有 不來嘛 你不來的時候 你又不要簽 不然你也說 你又不要 再說 這樣是不理 是是 你有來 有來 經濟部 還是去哪裡 陳情 環保署嗎 有啦 這就是到 今年的三月十四 就是我正做了 正做了 正做了這些八成 說 啊不然 你以為你帶頭 我們來台北 來工業局 來行政醫 我說好 這就已經 八成一戰了 你如果沒有的時候 都人幾個就退去了 對 不可以從來 工業局 來工業局 很認真之後 這個料要轉去 這個行政醫 要去行政醫 還不可以 這樣說呢 因為 忽然間接著說 環保署 他要 當日三月十四 會保 那兩點要拿名 他做台南市 市長的好選議員 他說 這樣 他應該去看人 沒有來看人 換我們來看他 我們還要去 中央東部 中央東部 是他 台北的中央東部 對 台北的中央東部 所以他 我們去的時候 警察不要反過 不要反過 我為什麼 我就幾乎 跟他一個 鑫頭鑫頭 坐在他們的大門口 一個大門口 然後有一個 台北市警局的 莊園 剩檔的 董專員 他跟那些 中央東部 人說 你們可以讓 老人在那裡打去 在華山公園在那裡打去 那不行了 要去帶來這裡 頂得比較多 比較不熱 你們要帶來 我帶來這麼多 不然你們要帶去那裡打去 他們總會不愛 總會說他們帶不走 叫我愛去搗家 我總會說 好啊 是你們叫的喔 我總會去跟他們搗家 那些人 他也跟我們整隊 也跟我們支援交通 那支援交通 那支援交通 我就真的在那裡搗家 搗家之後 就把我們帶來的 像這樣搗家 我們洗完的時候 就是搗家 就像這樣搗家 我們這樣搗家 然後我就開始反恐了 我的個性 我就開始反恐了 我說 你可能陷害我 你毆陷阱發條 好啊 要拚大家來了 我就跟他拚了 拚一拚 我就去幾乎三次 就七里了 七里了 我就回到我們家 我就收到傳票了 我會到十一點 收到傳票的 你說叫我 叫我幾點 叫我像會知道 不知道九點 十點 就要去報道說 我收到的時間就過了 後來人這樣做 我隨理會隨給我傳票 喔這樣喔 好受教法 真麻煩 違反自由法的那種 對 但是人也不是我最愛 那是你們每天叫來 人都聽你的話 後來這種控制 像我這一行的喔 他們派一個青青菜菜 派一個攝影部的副主任 這個雜音而已 中部都沒有 這個雜音而已 你說 你這老大來 到你這沒辦法 你也請人去你喝這個茶 對不對 這就大家跟事情說 好 不然你也都會接一下 都沒有了 高高在相 我上期的時候 我決定要走我自己的路 就是 我看到時高雄走在我面前過 我叫他 發他的手機 然後就坐上機 他就走了 喔 在那個時候 他引爆我說 好 我 陳弘河 要走自己的路 我帶我的伯父 我走我自己的路 從此 我們就到這裡 一都兩段 我走我的 要選 年代 大家在選 是這樣啦 今天你如果有說 你去南部 也是我們要跟你交代過嘛 進這個地址之餘嘛 來吃4K嘛 這都合理嘛 不是說我在這裡討人情啦 這大家都合理 但是你今天 你要去 你好不容易 做到這麼大的官 你不就要說 看下去 不管是 什麼人在這空間 如果我 陳弘和我 會怕他 他說 啊 到底怎麼呢 我們不就要去 了解 請聽民意 聽聽了之後 我們等一下 來做橋樑 來跟他所謂 你不是 當作不聽的 今天那些人在那裡 他不見 假設我叫他不聽的 但是他不見 人家在那空間 或是說他看 台北在空間 看什麼關係 已經麻痺了 你這個心態有問題嘛 就是因為 一個心態 的問題存在 產生起來 我們 怎麼變成 環境 喔 我是這樣啦 沒有我賣啦 我這個 閃亮的都賠償了 所以要被移送法辦 我現在更關心 好 來 那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台南市 啊 龍驚窟 啊 有保理的理長 陳永和陳理長 那陳理長這篇啊 他 他 拿到12%我的選票 那 這遠遠超乎他的預期 啊 事實上也讓人很震驚 因為黃偉澤 啊 在台南市這篇選票 只拿到38% 喔 應該講民進黨 黃偉澤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 那 龍驚窟做的算是72% 現在算是38% 台南市 這也不是台南市的問題 這是全國性的問題 那民進黨 為什麼會 這麼多人 離他而去 這很重要 等一下繼續請教 來先休息這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 播度轉世界號 我是鄭鴻儀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從台南上來的 啊 台南農旗區 啊 牛埔里的里長 陳永和陳理長 好 那 所以 這個 你在那裡 在東東部 啊 就收到這個什麼 傳票 傳票 好 現在收到幾張 我就收到一張 到這都沒有人 那沒有事情 那沒有事情 那只有法 因為我們本來就要把它廢掉嘛 好 那所以 啊 你為什麼 我先要選市長 選市長 這是很大的事情 這個 這個 這要分兩部份來說 這部份來說 這部份來說 從我看到這個 官員 怕會面頭前過 對 不要插院 那時候我就覺得 要走自己的路 嗯 然後 又在 這個要選市長 又在這個 什麼情形 之後又說 不要 集郵法 是你們以前 才藥的時候 說要修的法 啊 怎麼會進行這個法 來幫我辦呢 嗯 這個我覺得這個不對 是 這個錯綜複雜的 啊 後來 後來 我再聽到 過去的官長 也不知道 要選市長 怎麼這麼複雜呢 我們這奇怪的事情 這麼多 所以不然 做成到 後來 對未來 不信心 嗯 啊 過期的 還不知道 嗯 如果這樣 成人家 我都 縮複雜 嗯 齁 你說這樣去燈性 都不好嘛 因為 我們的 困難 就做到市長 他最清楚嘛 他都不插我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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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票 欸 在我們初期的時候 我們是都沒有股票啦 我跟我們常常說 不是 我是說你可以拿幾票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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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開始說要選的時候 我們是說 那如果有五千票就很多啦 啊 人家慢慢算的時候說 欸 差不多兩三萬票 到月期的時候 我們議員說 我們最少有五萬票 欸欸 我們四個月的努力 應該有五萬票 你是怎麼覺得 你買來越來越多票 啊 就 我自己開車嘛 嗯 啊 我自己網路在經營嘛 不是說外外公關 什麼 都我跟他一手操作 我們女兒 我們女兒 幫我 成功做我的小秘書嘛 嗯嗯嗯 這樣下去 我們自己鼓掌 譬如我開車 有人在幫我拿手 有人在幫我報路 還是說有人在幫我交票 說下來 車子下來跟我說話 嗯 這樣慢慢去 去判斷判斷 這樣起來之後 我感覺說 在我們的南冠山 我們的故鄉 我的本區 新郎區 這應該來拿兩萬票 走不去吧 市區 我也應該來拿 有嘛 這變成說 他的地式 算是民主意識比較高 啊 這個信使在傳統 學金嘛 嗯 我的事情 人會比較了解嘛 啊 客房 客房 我們每天都在山區嘛 啊 當然 山裡人都會被蜘蛛 啊 人會傳統 這個會走嘛 這樣起來 我應該來拿拿出來 應該五萬票 差不多 啊 是賣了 我不是說 要一群少年人造出來啦 福田館跟賣了 兩三個星期 一群網友啦 網友造出來 啊我剩一條啦 欸 我說我這群人要福田館造出來 嗯嗯 所以我努力這段時間來 造出來什麼意思 欸 來我的網路跟他商言 欸欸欸 來我的網路商言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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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時候的民調 都做多少 啊 民調啊 民調那時候也是一樣 0.4 都開始做0.1 哈哈哈哈 啊 像這個 那0.8也到 可能10萬票而已 對啊 啊 那0.2 0.2 還會更多 對啊 我相信那不準啦 那 你如果這樣做這個民調 我認為你們這些民調公司 喔 應該 都沒準了啦 我看你怎麼去跟你們老闆交代 你們輸出交代 這些要你自己去付席了 我在補正 我現在看 我看說 這兩個黨 嗯 可能他們的民調都不準 我不敢說假的 都不準 失準了 我自己在哪裡有多少票 我想說 總是一堆年輕人出來 只價2萬票而已 因為他回到時 我在電視 我有說幾句話 希望他們這些年輕人 可以回到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 跟這些中夥不在看電視的人 是不是要跟他選到 拿我的音頻 我都改製作影片 拿我的音頻給他們看 看我這個年輕人 看我這個理長 有認真做嗎 真有聽這些八聲 有照顧這些老人嗎 這樣 這樣起來 如果全部都有發銷 這樣約7萬票 這個折忠海 應該我們是 3至7萬中間 我們抓5萬 絕對是幾組而已 繞不去5萬 結果開出來是11萬7千幾票 我自己嚇到了 我那個時候在國外 看到那個民調都零點幾 沒有我兒子拿這麼多錢出來 對我總到要4萬 我也3幾公斤 我老婆也不敢 結果開票的時候 還要讓他們參與 去面對那一面 那開票的一面 我感覺這個 這樣我做兒子也好 做老婆也好 做兒子也好 做兒子也好 這樣我很失敗 我不敢開始聯絡我國外的朋友說 要來哪裡哪裡哪裡 還要算算的 所以我去泰國 沒有要看開票 沒有要看開票 你只要開出來 可能今天很殘酷 票不好 因為他們都空氣票 因為我沒有條件 我沒有條件 你說今天去開一個 我努力出檔 開一個2、3萬票 這要做什麼 這就 營養的 對不對 所以這要200萬的保證金 你會募修 會募修 對啦 如果募修這個保證金 說坦白的 我真的覺得說 不合理這個制度 不是說我要收去 我不甘願 我感覺不合理 怎麼不合理 你要募修我的保證金 你是用什麼 你是用選舉人士 就是公民人士 你用公民因素 優數以來 對這個國家投票有100% 有對這個國家 沒有啦 可能是北韓 這就不合理 這就不合理 所以說你頂選舉的時候 你都落70% 你要頂這個法 你也說不頂這個80% 或是頂這個70% 比較合理 收這個法 真的要收起來 很不合理 這些所有的 成功分之中 不頂選舉人 我們都也是想說 就要投票的因素 你要計算的方法 你要選票的時候 你用第一門檻 只要我贏你一票 我也贏 沒有過50% 你要收錢的時候 用100% 你要用100% 來做公民所 做基準 收人 募收人的錢 那錢我的 對 你要募收我的錢的時候 這樣我跟你說 你的當選人 要超過50%的公民所 你如果沒有超過50% 要第二輪投票 我最近這個禮拜 我一同民一直在選 就說 我們有保 這麼好的地方 不可以代表 我一同民一直在收集資料 一直在收課 收課說 這個選法法 到底是誰收的 收到說 你們要贏的時候 用低門檻 啊 你們要募收錢的時候 用高門檻 這也是一樣 不合邏輯 我們發覺就說 我們台灣到底是有多少 東西是合法 不合理 嗯嗯嗯嗯 當然當然 你沒有在選還不知道 對啊 我沒有在選不知道 所以說 這個東西不是不公不義 是不透明 對 不合理 對 同樣我們的本書條 也是不透明不合理 所以我們台灣 我覺得我們要進入 另外一個改戰 嗯嗯嗯 反思 我不管怎樣 你就是要說清楚 對 你不可以黑箱 像說太陽發聲音的時候 他就是在說黑箱嘛 嗯嗯嗯 他在說黑箱這個情形 就是這樣走下去 對對 然後我們政府 我們自己本身 民進黨接種的時候 你也就要透明化 嗯 公開化 對 合理化 你以前都挺民進黨的呢 挺民進黨 你從幾歲開始挺民進黨 啊我就二十 二十四歲做老闆 開始對我們那邊做 然後二十六歲 我們那邊就 他們就自己有需要 就有辦法自己獨立嘛 對 對 啊我 開始的時候 我就領薪水 那薪水喔 欸 人要從三個月後 都一到三天來 為淡水病在選管中 台南管中 嗯嗯嗯 十二月二五 他在麻豆 國中 嗯 那個 如果回來後 我就加麵班 加到晚上 做到兩三點 嗯嗯 這樣一樓走過來 我將來 不要說那些地方 買的 我是都沒有在 民進黨 到三天啦 嗯 我都把民進黨 好酸 到三天 嗯嗯 只要有來找我 我就到三天 啊 沒來找我 有時候我來幫你 我都會拜託人 沒有你這個人不錯 沒有你 我都這樣 是是是 所以我一樓又走 你和這個立委 什麼人比較熟 像王政務也很熟 嗯嗯 像說陳廷輝 柯檸材 這個也很熟 好好好 這些人 這些人 還以外的那些更難說 是 其實我這樣講的意思 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說 陳理長本來是挺民進黨 但是 經歷過這個事件 他感受到 民進黨離民意很遠 離民意很遠 這個事情其實是很很嚴重 所以讓他得到 11萬7千多票 12%多的選票 說實在 如果他的票再加高斯波 這樣民進黨這邊 在台南就再倒了 倒了 好 好 那等一下我們繼續請教你 好不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 好 歡迎繼續收聽 波多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現場邀請到的是 這邊 參選台南市長 那麼用五黨籍 拿到了 11萬7千多票 百分之12點多的 這個選票的 這個選票的 龍鴻庫 古保利的理長 陳永和陳理長 陳理長 陳理長叫我一歲 他是49年出的 這樣 那自己工場 放了 要來為了那個 掩埋場混淌 那麼 而且對抗的是 執政的民進黨 這個事情非同小可 而且拿到這麼多的選票 那 除了說 所以你這邊 這樣選舉 這樣給他開多少 沒收200萬 那就不用說 實質上的經費 我是準備150萬 這個中間有 兩個 這個 我的好朋友 他們就 要把政治獻金 我都不愛 要做什麼不愛 他們有幫我做 那個 400個機子 那個機子 要去刷 然後我又規定說 如果要給我刷的機子 要刷你的刀 不可以黑白去給我刷 所以我規定得很常識 所以說我只有150萬 跟400個機子 然後 差不多到購買 有我們的 集資者 網友 我現在也不認 有給我設計文宣 還給我設計 還給我拿去印 還印得很精緻 至公的 對啊 我現在也不認 我現在也不認 所以 全部 沒有 那個文宣聽說 如果印400分 哦 所以 都沒有了 應該還很漂亮 為了公義的事情 總是有人 願意站出來就對了 是啊 真感動 是啊 150萬 跟頂兩天的結帳 還剩16萬4千幾 哈哈哈哈 才133萬 啊 和牧師的200萬 才133萬 是 我會覺得 這133萬 如果 你宣導的 理念 風災的事情 這算很小 你知道嗎 哦 我會覺得很隔壁 很隔壁 很隔壁 那陳理長 他不是為了湯 為了他自己的整理監督 他如果為了他自己的整理監督 他現在還要選 選擇 要選立 但是他沒有 他不是為了 那個位置 他覺得說 這個事情要讓大家知道 而且 現在那個也沒有一場 有選擇 現在有要再去 啊 這就要說 嗯 我是有特貴者的記者去跟 方偉者的市長說 嗯 這個工作 你不可以用 買樂透那種方法處理 啊 這邊的選擇過 啊 明年就選擇完 明年就沒過 啊 你就給它 啊 啊 14年後再再來 嗯 啊 啊 每天都在選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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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工作絕對是不對的 嗯 啊所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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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移籍去跟行政委會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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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樣 你母法一定要先脫掉 你剪子已經錯誤了 你要脫掉 啊 脫掉之後 這個事情要結束 是是 這不可以說放四個小子 還要脫掉 這不好 我的感覺 我有透過人說 防衛者市長你不能消極 你要積極展現出來說 我這個土地都已經不在台島 我要積極來開發那塊土地 讓他跟高雄來結合 他說要跟韓國語結合 那條路 南167的路牌要行腕 財產 你要怎麼擺行 國語財產肅 你們家的事情 你自己去慢慢處理 但是這條路是我們的 我們的爺爺 六八成爺爺 那條路在高雄的高136 剛才到高雄的殘寮 田寮的夜世界 還可以趕來門 他們的觀音附座 在那邊 上空天 那麼 你這個大器官 那如果防衛者你認為說 你真的要跟韓國語合作 首先這一塊是最好的 這個人家呢 北平民 台南市 南平民 高雄市 所以 南北下來發展 我們還可以發展 正說我們為醫療一路 為造成這些偏年的山區 我們快來發展觀光 來無緣衝的工業 你無緣衝的工業 你無緣衝工業的時候 你為醫療一路一直下來 熱愛到我們的牛部 到我們的外世界 一路你還要到高雄的田寮樂世界 那麼為什麼你不要 這個是 但是 除了這個園埋場 以外 還有其他的事情 你覺得說是民進黨這件 要改善的嗎 你看臺南看到 我臺南看到 我會覺得說 民進黨他這個 接種起來的 最壞的一項就是 他說 他沒有要聽人的話 如果他如果要聽人的話 今天就沒有這些事情了 我覺得他最壞的 我跟我們說一句話 我在那個 你的節目如果說過 就是他的 他的什麼 他的工車 他的工車明明就 要在那裡 為什麼我努力 我努力這麼多 他都不在那裡 這是我覺得他不利 你如果說 你真的是要傾聽民意 那你就是要 好好的 來跟老百姓 溝通說 我到底是對著不對 你有去問我問 為什麼他不在那裡 我有跟他們討論過 但是他們 就讓我很多問題 就對了 就他們這樣 他們這樣 我聽到不少說 我說 你一班車八點 開去到館廟 九點 你九點二十 買一班車開去到兩車 這樣 你要一個人在那裡等 他說他人不說 你也是這樣 等一下 你倒不如 換人 換輸機 不要換車 這班車到館廟 館廟後 你馬上你會減二十分錢看 你這班車你隨便 留意到兩車 這班買兩車的車 你能怎麼處理 你能把 那個算是 塞入台南 嗯嗯嗯嗯嗯 這樣你那班車就在那裡了 現在其實 我看黃偉澤有說 那個房屋稅 要把他抖一下 房屋稅本來就要抖 這樣說呢 房屋稅 我因為他扣了 那些人是沒理 沒理 扣稅沒人這樣扣 你扣這個稅 我說一句沒想要的 要扣 連民進黨的一種扣的 嗯嗯嗯 真的都很扣 對 這道說 可以不要扣 理由是什麼 嗯嗯嗯嗯 我一直在強調 不是說 理由是選輸啊 理由是選輸啊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理由是什麼 我覺得這很重要 你的 如果這個稅子要扣 是我承認好 我說扣 我剛才不可以說 發改就改 我剛才有什麼時候 要轉我們 這樣這個國家的亂義 要緩直 對 你要把這個買出銷的緩直 你講出來 理由要講出來 理由你不講不行 第二就是說 好 你如果會講出 可以懂的理由起來的時候 那麼 要追究前面的責任 嗯嗯嗯 什麼人家 什麼人家做這件事 你那時候你說 三年的稅子 可以改善這個財務 你的財務 你的財政 你可以改善 為什麼你兩年就改善了 兩個嘛 選輸嘛 如果他不是選輸的 這樣這個責任 要不要追究 了解 了解 抱歉 因為要把理長 抱歉 因為時間到了 謝謝 非常感謝你 你對台南特別看起來 謝謝 讓大家了解 我最重要還是希望 民進黨要不忘初衷 要傾聽民意 覺得不對就要改 這個沒有什麼 好 因為感謝你 謝謝 好 那我感謝大家收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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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